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罗拉和雷灵你就不要想了 两万五到三万 你只能买老花冠 而且非常老 自主品牌的奇瑞 你像E5 还有吉利的D豪 倒是有可能 基本是一二一三的 你那预算不够 要买卡罗拉雷灵 恐怕预算至少得提到六万左右 你才能挑到年限和品况差不多的车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你好 胡老师 请教一下 奇亚2021款新K3和别克英朗2021款四缸机 斯科达明锐 这三款想长期开 开个七八年 推荐哪一款 现代的车和奇亚的车 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耐久性确实照德系和日系有差距 英朗现在优惠力度巨大 基本是四万五以上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它的四缸1.5的L2B发动机和6AT挺靠谱 它这个比较实 比较实惠 因为你要是用几年 马上就卖 我建议买一个保质力好 你要能用七八年 我觉得英朗1.5 四缸自吸的 还是我的推荐 你好 胡老师 想买车 高尔夫8和奇达 不知道选哪更好 感觉高尔夫更高级一些 做工更好一些 但是对干式双离合不放心 不知现在大众的干式双离合怎么样了 麻烦胡老师给解答下一 谢谢 是这样 奇达是一个老款车型 我不太推荐 新款的高尔夫8 号称素质高尔夫 颜值很高 科技感十足 这是我的推荐 它这个1.4T 加上七速干式双离合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是 稳定性不如6AT 但是你要是不是走在 特别拥堵的程式路段 问题不大 喜欢你就出手吧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坎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